中非在仁爱礁激烈交锋 菲律宾军方甚至叫嚣 如果中国强行拖走军舰 军队就会动手 前总统杜特尔特终于还是忍不住站出来发声了 他要求年轻人行动起来 中国强托菲律宾坐摊军舰就是交战信号 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 他推行务实的外交政策 尤其他的一些反对美国言论 一度受到了中国网友的纷纷点赞 正如此 不久前杜特尔特访华获得了极高规格的接待 我们从官方发布的新闻稿中看到这样的文字 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 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依然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 中非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 为两国友好交往做出重要贡献 中非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 两国发展根植于牧林 友好的周边环境 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 中国奉行清晨慧荣的周边外交理念 一向坚持与灵为善与灵为伴 中方始终重视中非关系 愿同非方一道 推动中非关系行稳致远 希望你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 发挥重要作用 仔细阅读这段文字 这是对杜特尔特在任期间 开展对华关系的高度评价 反观杜特尔特 他先是感谢了中国对菲律宾 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 还表示非中友好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我愿意继续为推动 非中友好发挥作用 然而 自小马克思出任菲律宾总统后 菲律宾逐渐开始全面拥抱美国 不仅再次向美军 开放四个军事基地 还持续在南海跟中国制造摩擦 于是就出现了近日仁爱交事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菲律宾军方已经下阵书了 趁中国如果强行拖走坐摊军舰 将会采取军事自卫的举措 几乎同时 中国互联网的一条热搜 引起外媒的热议 外媒爆料 中国东风27导弹准确命中 5000公里外海上移动目标 同时 媒体在报道时 还援引了军事专家的评价 趁东风27导弹 具备了远距离反航母能力 迫使美国航母再来到中国周边时 要万分小心 就目前情况而言 解放军中国战略支援官方账号 已经转载了这条热搜 这可以证实两件事 第一 目前解放军火箭军中装备的导弹中 确实存在一款代号为 东风27的导弹 第二 东风27导弹也是一款航母杀手的导弹 射程超过5000公里以上 打击目标 以海上移动的大型舰船为主 逼着查阅资料 发现关于东风27导弹的传闻 最早出现在2021年11月 美国国防部一年一度向参议院提交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2021 及2021年中国军力报告中 并首次提到中国 可能已经建立海基 陆基和空基的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 美国国防部当时是这样描述 东风27导弹的 这是一款新型中尘弹道导弹 或高超音速导弹 射程约为5000公里到8000公里 打击的范围能涵盖夏威夷和关岛在内的美军 在太平洋地区目标 五小大楼泄露的一张照片中 称中国在今年2月试射了一枚东风27导弹 美军通过军用卫星对导弹飞行进行计算 发现东风27导弹在12分钟内飞行了2100公里 这意味着平均速度达到了8.6马赫 如此惊人的飞行速度 其末端速度更惊人 据说能达到15马赫 菲律宾军方显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杜特尔特当然更清楚中国的军事实力 2021年7月26日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表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 不出意外 杜特尔特谈到了南海问题 他表示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争端只能通过外交谈判解决 不能通过战争的方式 因为菲律宾无法承受跟中国开战带来的结果 杜特尔特当时这样说 你想和中国开战吗 那我告诉你 即使在巴拉旺省的海岸 在你菲律宾的军机起飞前 中国的导弹大约五 到十分钟内就会到那里 如果我们现在去打仗 那将是一场屠杀 我们还不是有能力与对方抗衡的对手 杜特尔特还承认 现在的菲律宾无法强迫中国承认南海仲裁案 逼着还注意到 2021年7月12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 五周年发表声明 竟然无耻地指责中国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坚决驳驳回了中国在南海过渡的海洋主张 认为其缺乏国际法基础 中国和菲律宾受该仲裁裁决约束 应与遵守 任何在南海针对飞武装部队 攻 污船舶以及飞行器的攻击 都将触发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 停止挑衅行为 采取措施向国际社会保证中国致力于遵守 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 当时我国给予了严厉谴责和言证交涉 外交部发言人直接点名美国 称布林肯的声明是 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 违反和歪曲国际法 违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布 持立场的公开承诺 蓄意挑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 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是极不负责任的 另外 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 他也看清了美国在南海根本不敢跟中国彻底摊牌 所以才在国情咨文中提到 菲律宾不应该跟中国开战 但是 这一次菲律宾从总统小马克思 到军方似乎都已经下定决心 持续通过以坐摊仁爱交军舰为棋子 搅动南海局势 自8月5日 菲律宾派两艘船强闯仁爱交后 中国外交部 国防部 王毅外长都给予回应 中方给出了明确信号 愿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与非方 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共同维护双边关系和海上局势稳定 但是 小马克思丝毫没有让人爱交局势降温的想法 反而这几天中方出奇地冷静 杜特尔特明显感觉到了危险 他认为一旦中国强托坐摊军舰就到火索 菲律宾军方很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到时中非爆发战争也不是不可能 据菲律宾媒体ABS 比CBN新闻频道发表文章 标题是 杜特尔特强烈建议年轻人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 要了解枪支和应急方面的知识 杜特尔特表示 菲律宾的年轻人要做好开战的准备 除了恢复基本的军事训练外 还要尽可能练习如何使用枪支 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后 军队和警察到时将无法保护民众 在杜特尔特看来 现在是菲律宾最危险的时刻 所有人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尤其是年轻人要有保卫菲律宾的决心 菲律宾权威媒体如此报道 可以看出 杜特尔特认为 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国发生冲突 只有一步之遥 要知道小马克思上台后 持续加强跟美国的关系 并多次企图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岛礁 这仍然有把菲律宾带入战争的想法 自今年2月开始 菲律宾军方持续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 同时 美菲两国还同意扩大2014年签署的 强化防务合作协议 现在的美军在菲律宾已经有9个军事基地 现在杜特尔特如此警告 还有一个背景 近日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 公布一份为期六年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 该文件强调菲律宾将提高应对威胁的能力 加强与美国等盟友的关系 并将台湾发生冲突风险 视为重大关系问题 在仁爱礁事件发生前 这样的文件在菲律宾高层要讨论很久 这一次却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 显然就是针对中国 8月16日 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 助理总干事乔纳森·马拉雅的采访时 就直接摊牌了 他表示发布国家安全政策的时机 确实跟南海的最新事态发展有关 现在的杜特尔特已经78岁高龄 此前访华时还拄着拐杖 也没有在菲律宾政府担任任何职务 我们不知道 杜特尔特是不是以此来提醒中国